無緣建築籃球隊氣氛佳 球員們在練球後互尬半場投籃挑戰賽 小太陽林立仁 相當有信心成為遠距離投籃的王者喔 我現在跟陳紫薇學長 我們兩個現在是因為我們是 有隊友的關係 就是我贏然後他也可以分到一點利潤 然後他贏我也可以分到一點利潤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坐擁七座冠軍的得主 因為陳紫薇學長 他說球隊氣氛 就是一定要一直維持住 所以有很多就是娛樂的項目 然後就是選了中央投籃 半場太遠沒關係 新台灣人昆西 Davis 大方的向本土洋將的蔡文成提出挑戰 看看誰的三分球比較準 今天立環球 然後大家可能心情比較輕鬆愉快這樣子 然後Q就跑來找我說 我投進你給我兩百塊 然後第一球還沒進 他就欠我兩百 然後等到第二球說 這球再賭兩百 他要投到贏為止 後來他一直欠我到六百之後 他就換一個地方 就說 我這球進 就是你要給我六百 後來他進了 我們兩個就扯平這樣子 Q 你怎麼輸得這麼慘 或許你應該試試別的方法 才能保住你的荷包喔 未免軍服務員備戰認真 同時不忘放鬆心情 或許這就是他們成為奪冠禁語的訓練機密喔 我來提供新聞 彰化採訪報導 我們就知道如果有所委呈沒試過 你給他這裡是誰 沒試過 到二十四邊 這其實就已經不是 然後他們會看